皇帝的新衣 很久以前,有一个皇帝,他为了要穿得漂亮,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。 他每天,每小时都要换一套新衣服。 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,皇上在更衣室里,两个骗子说他们是织工,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美丽的布。 这种布的颜色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,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。 凡是不称职的人,或者愚蠢的人,都看不见这衣服。 我穿了这样的衣服,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有哪些人不称职。 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,哪些人是傻子。 皇帝付了很多现金给这两个骗子,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。 两个骗子摆出两架织机来,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,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 皇帝决定穿着这件衣服参加油行大典。 他的大臣们担心别人以为他们是不称职的、愚蠢的人。 所以他们都说:「天啊,这衣服多么漂亮啊!这花纹多么美啊!这时,一个小孩从人群中说:「可是,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!」 你听过这个故事吗? 你觉得皇帝真的有新的衣服吗? Learn Chinese with Dolores. i know what they want! 们的儿子不离开了。 祝你这么闹呀! 你对话,然后我给你带走。 我会忘记有这种衣服吗? 很重要的。 我会忘记了那些衣服、妇有美国了。